连续的炎热天气 全台湾的用电量差点破表 今天台电公布 尖锋被转容量率 竟然只有2.7% 创下了今年目前为止 最低记录 而核二厂二号机 以及高雄大林电厂 也都陆续的发生公安意外 为供电量增添了一项 不确定因素 不过台电和专家都表示 民众不用担心 天气炎热用电量也随之升高 台电30号原本预估 尖锋被转容量率 只有2.21% 下午3点半后 修正至2.7% 但还是创下今年最低记录 而去年的最低记录 是1.92% 发生在7月份 今年才5月份 用电量就已经拉紧爆 让人担心电到底够不够用 机组的检修 我们就严加了管控 按照政府现在新的一个办法 就是在我们的 被转容量率在6以下 可以增加收购 机电工程原则的电 再来我们会做一些 吸量的一个电价 台电寄出三措施 想要稳定供电量 台中院院长吴在义也表示 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今年台电比去年 多了三项供电力气 假设核药机670万 那再加上有关的这方面 林口店长80万 加加就接近140150了 今年因为有春雨下来的话 使得整个台湾从南到北的水库 水吃的饱饱 吃的满满的 水地的发电 就可以多了14050万 加起来的话 接近280290万的 那以这样一个速度来看的话 以台湾的这方面的 每一年的这个 尖锋负载的成长 最多不会超过100万 即使今年多了供电力气 不过却有新的不确定因素 因为从5月份开始 核二厂二号机 以及高雄大林电厂 陆续出现公安意外 这是否会影响到供电状况呢 说是不影响供电情况 不过台电对于核实 充起电厂机组 仍然没有确切的时间表 羊毛出在羊身上 若想要确保用电无余 无论是企业还是民众 全民节约用电才是 根本知道 有电TV车欢成员威 台北报道